世间佛陀的独生奔回 猫儿问食 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只母猫 这只母猫又生下来一只可爱的小猫 小猫和妈妈在这户人家里快乐的生活 随着小猫一天天的长大 它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大 妈妈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是风筝会飞的哦 哇 我也要飞 哎呀 哇 好可爱的小猫 小猫别跑 我们来一起玩 啊 不要玩 救命啊 小猫不要跑 不要跑了 我们一起来玩 啊 啊 哎呀 好了 孩子 我们回家吧 嗯 于是 母猫带着小猫 回到院子里玩 哈哈 别跑啊 蝴蝶留下来跟我一起玩了 不要飞那样快了 咦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哇 好漂亮啊 孩子 你在做什么呀 妈妈 你看 我抓住了个食物 孩子 这是蒲公英 不是食物 我还以为这个可以吃呢 就在小猫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 屋子里的女主人为她的儿子 准备好了一桌 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午餐 妈妈做的肉饼真好吃 小宝 小宝 东西吃完了一定要收起来哦 好多 我知道了 孩子 你又在做什么 妈妈妈 看我把它捉住 吃掉 孩子 这是羽毛 不好吃的 哇 这是什么 好漂亮哦 好重啊 好重啊 真的好重啊 真的好重啊 妈妈 妈妈 这个可以吃了吧 孩子 这个是生的 这个是生的 要做熟了才可以吃 真是的 不能吃 还害我搬得这样重 好饱 吃不下去了 出去玩会儿 吃饱饭后的小宝 把母亲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丢下一桌子的食物 便跑到院子里跟小猫玩起来 不要跑 我要抓住你 快抓到了 哎呀 再了个大跟头 哎呀 好疼 哼 还跑 看我把你抓住 吃掉 哎呀 傻孩子 别费劲了 这是皮球 也不是我们可以吃的食物 哦 妈妈 那我们可以吃的食物是哪些呢 孩子 我们吃什么 人类自然会教你的 人类能教我 人类真的可以教给我吗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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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什么事 跟你说了多少次 肉饼 鱼和鸡等物品要严密收藏 以免被猫儿吃掉 哦 我知道了 还有小鸡的笼子也要挂在高处 不 否则 也会被猫给吃了 哦 好 我记住了 嗯 知道就好 哦 嘿嘿 妈妈 你说的没错 人类会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我们的食物 原来小鸡 鱼 肉饼 这些东西是我们能吃的食物 然而小宝还是没把母亲的话放在心里 转眼就跑了出去 哇 好漂亮的蝴蝶 看我抓住他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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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 看我抓住你 嘿嘿嘿嘿嘿 哦 嘿嘿嘿嘿嘿嘿嘿 不过小宝母亲的话 却让小猫记在了心里 等到屋里没人时 小猫便和母猫跑了进去 大吃了起来 妈妈 要不是人类告诉我 这是我们的食物 我还真不知道 这东西这么好吃 猫见人的动作 而知晓食物 人却常将财物珠宝 视线于他人 像穿着火辣的冰狼西施 不也如同引狼入室吗 为人处事 不可不慎 大鱼与小鱼 在群山之间 有一片很大的湖泊 碧蓝的湖水 为鱼儿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场所 湖泊附近 住着一位靠捕鱼为生的鱼人 他每天都会驾着小船 到湖里捕鱼 每天鱼人都会捕到很多鱼 也正因为有鱼人的存在 湖里的鱼儿们都会很小心地游着 生怕被鱼王捕到 但总有那么些年幼的小鱼 出生牛犊不怕虎 在湖里毫无顾忌地飞快游着 好想去外面玩耍哦 你要待在家里 现在不准出去玩 每次都不准我出去玩 我真的好想跟朋友出去玩哦 让我瞧瞧看吧 爸爸有没有睡着 真的睡着了 好机会 快溜 走喽 走喽 去找朋友玩吧 哈哈 真快乐 外面真的很好玩 信不信你肯定游得没我快 我是个湖里游得最快的鱼 咦 天上怎么有个大水牛 是不是你吹上去的 什么 你说我吹牛 哼 要是不信的话 咱就比一比 看我是不是游得很快 我才不跟你比呢 我妈妈说不要游得太快 那样容易撞到鱼网 被渔夫抓住的 哼 胆小鬼 我告诉你 只要你游得像闪电一样快 鱼网根本抓不住你 不过你害怕也是正常的 这湖里也只有我 才能游得像闪电一样快 看我的 冲啊 够快吧 你看 天上又有一头大水牛 你 哼 今天我非让你见识见识 我游得有多快 我不要吹牛呀 我怎么睡着了 孩子 孩子 你还在吗 哎呀 这个小调皮 就是不听话 就是喜欢玩 和你说过现在跑出来很危险 为什么你还跑出来 知道了 我以后不会再偷跑出来了 哎 算了 下次不许再这样了 走 我们去找东西吃吧 好啊 老爸 我们用闪电一样的速度 快点游 可以吗 我要让这家伙看看 我游得有多快 哦 这样啊 不行 我们可不能游得太快 要是撞到鱼网 可就麻烦了 嗯嗯 整天说撞到鱼网 撞到鱼网 可我们一次都没撞到 我都长大了 老爸 还用鱼网来吓唬我 对于父亲的忠告 小鱼根本没听进去 他趁父亲不注意 又一次 飞快地游走 哎呀 好疼 这是谁的孩子 游得游得那么快 也不看着点 多亏 我有壳保护 啊 闯祸了 我叫你游慢点 就是不听 撞到乌龟爷爷了吧 乌龟爷爷 对不起 没关系 孩子 游慢点 别乱跑 多亏 只是撞到了我 要是撞到鱼网 那你的小命 可就没有了 要小心点 哦 老爸 我们也跟着他们一样 游快点吧 不可以的 你可千万不要到处乱跑 免得被渔夫抓去 哼 老爸的胆子也太小了 白白长了那么大的个 与此同时 湖中小船上的鱼人 又撒下了鱼网 你们这些鱼真傻 我每天都撒网 却总能捕到鱼 难道你们就不知道鱼网 能把你们抓住吗 哈哈哈哈 其实鱼儿们都知道 鱼网能够捉住自己 但他们总抱着侥幸的心态 认为自己不会被抓到 而钻到往下 那条小鱼也是如此 哎呀 这是什么 莫非这就是爸爸说的鱼网 看起来一点都不可怕 看我把他咬烂 都好了 快逃避了 侥幸逃脱了的小鱼 更加确信 自己游得很快 不会被鱼网抓住 于是对于父亲的话 更是听不进去了 鱼网也不过如此 我游得这么快 他根本抓不住我 啊 爸爸来了 你怎么又到处乱跑啊 难道不怕被渔妇抓走吗 我并没有被抓走啊 而且鱼网也并不危险 只不过有密密麻麻的长线 总跟着我 什么密密麻麻的长线 孩子 你要知道 我的祖先父母 都是被那些线害死的 哼 你就会吓唬我 这时 渔夫又一次撒下了鱼网 小鱼为了证明 鱼网根本抓不住自己 便朝鱼网处飞快的游去 孩子 不要过去 危险 老爸 不过是些线而已 我这就让你看看 他们其实一点都不危险 老爸 你胆子也太小了 孩子快跑啊 危险 没关系 我使劲游 他就抓不到我 大鱼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也奋不顾身的冲了过去 他想把小鱼给拉回来 可已经来不及了 鱼人收网了 小鱼和大鱼 一起被鱼网罩住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孩子 别费力了 我们已经被鱼网网住了 逃不了了 难道我真的被抓住了 老爸 我知道危险了 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话 再也不乱跑了 小鱼不听父亲的劝告 结果被鱼网抓住了 此时后悔 已经太晚了 老爸 我真后悔自己不听你的劝告 到处乱跑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年轻人用豪情闯荡江湖 却常深陷危险而不自知 因而对长者之言 我们要多看 多听 多学习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时期免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 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 至少救护了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 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新逢教肖报恩月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起见地藏法会 每日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恭请常驻法师主法领众 日期7月29日至8月12日 时间每日下午1点30分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新逢教肖报恩月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起见中原普渡 即于兰盆 消灾超见祈福法会 恭送于兰盆经 报父母恩仲南报经 献食供养 点灯供水 要供 甘露失食 护生 佛前大供 恭请占佣法师主法 日期8月21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有些人觉得 如果我们去医院 兵疫馆 或者是去坟墓的时候 会给大家带来霉运 但是呢 清明节 我们又必须要去扫墓 那 师父 有何看法 在佛教里面 佛教的精神 就在于 要在痛苦的地方 带来光明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在2500年前 选择印度 那个充满了种种的不平等 人权很低下 那个时候的印度 还很脏乱的地方 他出事了 他降生在印度 就让印度充满了佛法的光明 那些不平等 我们讲说阶级种性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出事 所以消除了 至少在佛陀的僧团里面 不存在了 再来 我们大圣佛教 都很喜欢拜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发愿说 什么地方有痛苦 他就会去什么地方 救度他们 那地藏菩萨发愿说 什么地方是最痛苦的 乃至于地狱到的地方 地藏菩萨都会去那个地方 救度他们 所以对佛教徒来说 我们不是害怕兵营馆 害怕坟墓 我们应该说 我们要把光明 带到那个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害怕怎么办 我们在那个地方会害怕的时候 我们就要赶快求 光明的力量来帮助我们 光明的力量是谁啊 阿弥陀佛无量光的力量 观音菩萨大悲心的力量 地藏王菩萨大愿的力量 所以我们如果去殡仪馆 去医院 去一些不干净的 甚至闹鬼的地方 我们会害怕怎么办 赶快念佛 我们就赶快合掌起来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 这个时候啊 这个痛苦的地方 不清净的地方 有鬼的地方 就变成佛的净土 就变成佛清净的世界 因为我们把佛的力量 带给他了 所以在佛经里面讲一个故事啊 说有一个房子 一千年都没有见到阳光 一千年黑暗的地方 只要一盏灯亮起来了 整个房子都亮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痛苦的地方 有鬼的地方 不清净的地方 我们只要把佛的力量 带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变成清净的 那个地方就变成光明的 所以不是害怕它 你看哦 我害怕坟墓区 我害怕去医院 但是你还要去啊 你去的时候你就很害怕 因为你害怕你就会有种种的烦恼 种种的妄想 然后到最后呢 你的情绪就越来越负面 越来越糟糕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反而很容易被那些负面的力量 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用正面的力量 佛的力量 带给那个痛苦的地方 我们要把地域转化成极乐世界 要把这个五卓二世 转化成极乐世界 那要怎么转化 念佛 用佛的名号 威德力 佛的功德力 带给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变得很吉祥 那个地方就变得很清净 到时候呢 大家就 我又要去扫墓了 为什么 我要去坟墓去念佛 我要去医院了 为什么 我要去医院念佛 透过这样子 我们就不会害怕 而且可以转化那个地方 成为净土 这是佛教里面所讲的重点 就是把不清净的地方 转化成清净 把痛苦的世界 转化成极乐世界 那透过我们的力量 我们要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把佛的力量 带去那个地方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你在一起